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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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空中主日写 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主题是 为主做见证 请我们打开圣经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我读给大家听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基 做我的见证 这句话是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与门徒相处 适时昼夜 然后后来门徒送别耶稣 在橄榄山上的时候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 的一个主妇也是一个使命 他主妇门徒说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就是说 当绝书升天之后 圣灵要浇灌他们 圣灵浇灌他们之后 他们就会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之后 是为着什么 圣灵充满他们 不是为着他们个人的享受 是为耶稣做见证 在什么地方做见证呢 从耶路撒冷开始 耶路撒冷是当时 以色人的京城 从耶路撒冷 这个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犹太全地就整个以色列国 然后撒玛利亚就包括了 以色列国的外邦 各方面的整个 以色列国的版图 然后直到地级 所以犯句话说 主耶稣对使徒们的托付 是要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 为耶稣做见证 福音传起 然后传遍以色列国 传到外邦世界各地 直到地级 就做主的见证 见证原文是见证人 他们是见证主耶稣 从实力复活 他们是见证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他们见证主所完成的救恩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的使命和托付 不是仅仅给当时的使徒们 在第一世纪 那一代的使徒们 他们都忠于主的托付 他们完成了主对他们的使命托付 今天轮到我们 历史历代 神的众教会 众圣徒 有很多 也忠于主的托付 他们为主做见证的 在幕僚时代的今天 轮到我们 神的众教会 众圣徒 众儿女 无论是初信耶稣的 无论是久信的 我们人人都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为主做见证 正如耶稣说 做我的见证 也就是说 身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信到耶稣之后 我们有一个责任 我们要见证基督 见证基督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 何等大的事 我们在圣经里面 也看见 有很多 为主做见证的榜样 和例子 除了使徒们 他们在那一个时代 非常忠心地 为耶稣做见证 见证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 他说 这耶稣 神已经叫他 从死里复活 我们都是为这世 做见证 他们是主耶稣 死里复活的见证人 耶路撒冷大复兴 三千年得救 五千年得救 因为使徒们的见证 一天就是很多人得救 因为主与他们同在 福音就这样传开 然后每一个信耶稣 在出席教会 他们人人都为耶稣 做见证 所以福音就传得非常快 主将得救人数 天天加给他们 但是我相信 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说 我在出信耶稣不久 我不懂得为耶稣做见证 我害怕 又说 等我信主酒吧 五年十年后 我才来为耶稣做见证吧 错了 圣经让我们看见 你可以现在信耶稣 信完耶稣之后 立刻可以为耶稣做见证 在圣经里面 我指一个例子 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 那里曾经记载一件事 主耶稣他从耶路撒冷 要回加利利 就经过中途战 就来到撒玛利亚 在那个城门口 有一口井 主耶稣就坐在井边 等候门徒进城里面 去买食物给他吃 在这期间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夫人 她就出来打水 她出来打水的时候 她看见耶稣坐在井边 主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一点水喝 那一个妇人很惊讶 因为她从肉眼表面上观看 耶稣是一个犹太男子 因为耶稣神来成为肉身 像是犹太男子 她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她不知道 她就很惊讶地对耶稣说 你是个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药水喝呢 为何呢 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一向没有来往 因为犹太人认为 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 是不存种的以色列人 藐视他们 这个撒玛利亚人 就因为犹太人藐视他 就很气愤犹太人 很仇视犹太人 所以他忽然间看见 大家彼此从来没有交往交谈的 竟然这一下子有一个犹太的男子 坐在井边向他一个妇人说 请你给我水喝 好像向他求水 哇 好像很谦卑这样 所以他说你是个犹太人 竟然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要水 哇 不给他水 还这样藐视他 这样回答 结果耶稣回答说 妇人 你若知道向你求水的是谁 你早就要求他了 他就要把活水吃给你了 哇 这下子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她觉得不对劲啊 这个人她竟然对我说 你若知道向你求水的是谁 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啊 她甚至告诉我说 你早就求他 他就能够把活水给你啊 这个妇人也很聪明 她说 先生 井即深 那个雅各井这样深 就是水在很深的地方 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 何来有活水呢 我有打水的工具 你没有吗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凡喝这井的水啊 还要再渴 能若和我所吃的水呢 就永远不可 我所吃的水 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哇 这下子这个妇人 她里面给开去 原来这个向我求水的 这个犹太兰子 她不是犹太人啊 她这个人可能是一位先知 她以为这样 她竟然可以把活水给我 不是物质的水啊 她所吃的水是可以在人的里面 像活水是涌到永生啊 她说 先生 请你把这水给我 我就不需要来到这样远来打水嘛 这样辛苦啊 我得到活水永远不再干渴了 没想到主耶稣对她说 你也请你的丈夫来吧 你把你的丈夫请来 我才给活水给你 这个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妇人 你说你没有丈夫是实在的 这话是真的 但是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啊 你现在有的那一个男朋友 并不是你的丈夫 因为还没有结婚吗 哇 这个妇人 大吓一跳 大吓一跳 原来站在我面前这个人是先知啊 他竟然知道我背地里的 见不得光的那些生活 哇 早在公元时期啊 这个妇人不得了 是很浪荡的女人啊 她竟然五次结婚 五次离婚 又现在有一个 而那一个还没有结婚 是男朋友 同居的男朋友 又看见她是这样一个 落在罪中的妇人 但主耶稣把她失生活讲出来 也就是叫她认罪 她就承认了 她说 先生我知道你是先知 主为何要活水给她之前 要说出她背地里 落在罪中的生活呢 就是叫她认罪嘛 一个人要得到活水 认罪信耶稣才能得到 生命的活水 圣灵的活水 这活水是圣灵的活水 所以呢 这个妇人 哇 一看见 哇 主耶稣的时候 看见主讲出她的 这个背地里的失生活的时候 她立刻说你是先知 然后她立刻说了 我们的祖宗说 敬拜了就在这个 撒玛利亚山上的殿 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主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她说 时候到了 敬拜神 不是在这山上 也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是用心灵和诚实 那个妇人就特别提到 她在这个之前也提到 她说我们听说 弥赛亚就指基督的意思 弥赛亚基督她要来 她来了 要把很多事告诉我们 主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她 你会看见这个妇人很有福 她原来是 抵视耶稣的态度 后来变成 向她求活水 再进一步地 求问 基督何时来到 然后主就启示说 我就是基督 这下子她立刻 翻喜若狂 相信耶稣是基督了 她立刻把水罐子 丢在井边 她那样远的要来打水 但是一遇见 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这下子水都不要了 物质的水都不要了 暂时的需要摆下 水罐子丢在井边 跑回城 告诉何城的人说 有一个人 他把我素来所行的 都说出来 莫非这人就是基督 他就为耶稣做见证 他刚刚在井边 听见主耶稣 讲完介绍 他就是基督 他立刻相信 悔改信耶稣 信完之后 跑到自己的城市里面 最多过了半小时时间 回到城中 立刻为耶稣做见证 信耶稣半小时后 已经为耶稣做见证 然后像何城的人说 有一个人 他怎么把我以往 所做的事都讲出来 这人 莫非他就是基督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基督 这下是何城的人 都给吸引 都跑出来 到城门外 到井边那边 在叙加城的井边 他们到那边的时候 那个 众人看见耶稣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何这个妇人 她将于做见证 何城的人会受感动呢 我告诉你 因为是她亲身经历 她面见救主 她亲自经历 然后她经历之后 她把自己内心最震撼 最感动的感觉 很真诚地发表出来 没有任何包装 没有任何的着重 没有任何的修饰 完全很真的发表出来 我遇见了 我遇见了这位弥赛亚基督 他怎么把我以前的事 说出来 这个人就是基督 当他这样做见证的时候 每一个都相信 太真了 人人都受感动 一同跑去 当他们见了 当他们见到耶稣 把耶稣请到他们的城里面 因为犹太人不可进 撒玛利亚人的城 所以这下子 他们邀请耶稣 耶稣就进去了 耶稣进去之后 向他们传讲真理 传讲福音 圣经说 因主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合成很多人相信耶稣 他们信耶稣之后 就对那夫人说 我们现在信 不是因为你说的话 我们是亲眼看见弥赛亚 亲而听见他话 我们相信 这真是要临到世界的救赎主 他们亲自相信 亲爱弟兄姊妹 撒玛利亚合成的人 他们能够许许多多都相信 耶稣是基督 是弥赛亚 是非常的有福 他们相信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他丢下水罐子 自己的需要摆在一边 翻喜若狂地见证耶稣 他这个见证耶稣 就感动了合成的人 你看他多有福 他一得着佛水 立刻介绍 得着救主 立刻去见证 结果信主已经 令合成的人归向耶稣基督 将来的赏赐有多大 川福音的国家有多大 亲爱弟兄姊妹 若是一个信主 半小时之后就可以做见证 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位信耶稣 都可以做见证 我们信完耶稣之后 我们可以回到家中 像自己的父母亲 儿女兄弟姐妹 所以为信主的做见证 我信了耶稣 你看我信耶稣 喜乐平安 感谢主 我信了主 喜乐平安 为主做见证吗 主耶稣怎么改变我 主耶稣怎么给我要喜乐 我信耶稣加来灵魂得救 为耶稣做见证 你可以向你的同学 向你的同事做见证 我多年来 蒙神恩典 祖领许许多多 各类型的布道会 无论是大型的 体育馆的 几千人的 或者是各教会的 一般一千人 或者几百人 这一类型的布道会 或者是中学的布道会 澄清蒙神的恩典 香港有一个 清领贵族协会 他们当时 组给他们 还有一三步道会 他们组给他们开门 结果非常多的学校 向他们敞开 他们常常有 美国的团队过来 美国的中学生 有黑人白人 他们就跳舞 唱歌 见证耶稣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下去传福音 很多学校都打开 在那几年 我蒙神的恩典 到过香港超过一百间的中学 有的时候 在圣诞节期间 那一个月 是一个月时间 七十多长的布道会 那是 若是他的这个 这个会堂大的话呢 礼堂大的话 他就可以全校 中学一年级 到当时中学七年级 完全坐在上面 满满的一千多人 若是那个 这个会堂 装不下 就中一到中四 中五到中七 中四到中七 中一到中三 这样分 那现在到中六 那就是这个 一场一场 我能够见证说 数以万计的中学生 站起来 皆是归向耶稣基督 非常感人 我听见很多信了耶稣之后 开始做见证 很多人在学生当中 做见证 为耶稣做见证 福音就这样传开 然后在教会中 你会看见 很多人 以往还在最终打滚 信了耶稣之后 第二个礼拜 已经把 他家中为信耶稣的朋友带来 还不是不大会都带来 因为他就为耶稣做见证 我记得 有一个 大陆出来的女人 她是年纪轻轻 嫁给一个 年纪很老的 可以做她 父亲的 这个年纪的 所以受了很多苦 后来她来到教会 听福音 一听到福音 哇 喜乐不得了 立刻 整个人改变 常常参加教会聚会 结果 非常热心为耶稣做见证 她后来 她整个村 她那个村很特别 专门住这一类的家庭 很多家庭问题的 这一类的 很多都是国内 嫁出来到香港 年纪大的丈夫的 这一类的 很多问题的 结果那条村 很多人都这样信主 信主之后 她们的丈夫 以往是打自己的老婆的 信了耶稣不打了 悔改了 布道会 一家一家归向主 全家归向主 很感人 那一个姊妹 见到人就 为耶稣做见证 去传福音 你看见她喜乐的不得了 随时 她是带了很多单张 在街市上 什么随时 拍张张 当耶稣祝福你 就这样 快来信耶稣 常常带人来信主 所以我告诉你 为耶稣做见证 是我们每一位 弟兄姊妹的需要 亲爱弟兄姊妹 你看昔日的 撒玛利亚夫人 她能够 发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这是对她 是天大的发现 她是用这种的心情 来见证耶稣 其实今天 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 我们的发现 去不是也是 更大更厉害吗 因为这位基督 基督的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做一个比喻 若是有一天 你到离岛 偏远的地方 去旅游的时候 你忽然间发现 我在旅游的时候 遇见 有一个穿便服的 原来这是一个 某某国家的总统 他会交朋友 我还不知道 他是个总统 像古时的房地 便服去探查民情 有时就和一般的市民 交了朋友 若是你发现 原来我认识了某某总统 你当然是很高兴 这还是不恰当的比喻 若是你所叛见的是造物主 全株全风 全有的神 你叛见救主耶稣 这是你人生最大的发现 今天科学家 某一个发现 他已经觉得不得了的发现 我告诉你 人生最大的发现 就是在地球上 几十年的时间 他能够认识 耶稣是基督 这是最大的发现 他能够认识造物主 这是最大的发现 他不再迷失了 科学家爱迪生 他发明灯泡 当时在那个时代 是恒星的发明 很多人说 你一生有这样多的发明 他发明很多东西 他说 我一生最大的发现 还不是这些 最大的发现 是我认识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亲爱的兄姊妹 当我们遇见了弥撒亚基督 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 我们真是带着 翻喜跳跃的心 见证基督 当你这样见证基督的时候 圣灵就会感动人了 让我做一个浅显例子 现在这个世代 太多的推销产品 作为一个推销员 若是他推销他的产品 他拿起这个产品 推销的时候 他就说了 这个产品 吃了之后 你身体就会健康 你身体就会变成什么好 他当然是这样介绍了 但是若是别人问他 真的可以吗 会不会有副作用啊 他立刻没有信心啊 可能会啊 有时也不太好啊 这下子别人就不会相信的 我是指一般推销员 若是推销员本身 推销起产品 没有什么 这种很热忱的 很起敬的 很有信心来推销 别人不会信的 这是我是指 世人推销的 我们不是指 很多的产品 假都推销变成真 这世界太多的 这个黑心产品 特别现在黑心食物 黑心风暴 我们听的看的太多了 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败到其出 所以说天下乌鸦一般 黑人心黑 人落在罪中给罪捆绑 当然我不说产品的话 产品有很多也是很好的 我意思是说 这些推销的情形 但我们信主的 我们去见证基督 我们不是退下产品 我们是见证基督 我们是介绍基督 我们是高级基督 那我们见证基督的人 本身是什么 对主满了信心 满了火热 你见证别人才能信 若是你说 信耶稣无所谓的 别人怎么信 也说 你要快快信耶稣 信耶稣很有福气 我信了耶稣之后 又有喜乐 有平安 你看我最近改变 当然你要真的有喜乐 平安才这样说 不然是撒谎 我的意思是说 照着主在你身上所做的 你就为主做见证了 然后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同学 看起你改变了 他们也会受感动 他就说 我信耶稣 我将来灵魂得救 你是带着喜乐地 这样见证耶稣 人就会被感动 感动你就能感动别人 若是你无所谓的心态 别人怎么给感动 你对主都没有信心 怎么叫别人对主有信心 所以 耶稣是宝贝 我要见证 这个宝贝的时候 我必须是对这个宝贝 实在觉得是无价之宝 所以我去介绍她的时候 那有个心情是不同的 就像手上拿着一个钻石 多少卡拉的钻石 最大 世上最大的钻石 你去介绍她那一下子 不得了的心情 哇 这一颗 多少切隔面 没有任何的杂质 哇 是世上最大 哇 最闪亮 你那个心情 不得了 若是耶稣在你心中是自宝 你介绍不同 你会告诉家人 快快信耶稣 这是你人生最切身的需要 你得到这位耶稣 很宝贝 当然你的表情不需要像我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发表的心情 是带着很宝贝来推销 来介绍耶稣 耶稣实在是自宝 自宝 真的不要因为你信心 不够说得好像假的 那是亏欠神的荣耀 真的我们理直气壮的 见证耶稣吗 所以保罗在晚年 告诉提摩太说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耻 要按着神的力量 以我为父音同受苦难 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 主耶稣也说 凡在这淫乱邪恶的时代 把我和我的道 当成可耻的 人子在他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成可耻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不要 怕羞耻 怕为耶稣做见证 就别人嘲笑我们 或者说孤立我们 或者逼迫我们 不要怕 为主受逼迫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所以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 要靠着耶稣基督 每次做见证的时候 祷告 里面祷告 靠着主放开胆量 向亲戚朋友同事 眼亲敬灵做见证 主耶稣在马可福音 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那里 也特别记载一件事 当时主给圣灵引道 就到了加利利的彼岸 在那边有一个 戈兰生人居住的地方 主耶稣上了岸的时候 岸边就跑来一个 给两千只恶鬼付的一个人 这个人他终日鬼伤害他的身体 他拿石头砍自己的身体 然后没有人敢经过那个地方 非常的凶恶 脚疗锁链都给他挣脱掉了 耶稣一到的时候 那个人非常惊怕地 跑来跪在耶稣面前 他说至高神的儿子 求你不要叫我去受苦 然后他祈求耶稣 他说那里有两千只猪 你叫我附在猪里 耶稣问他 名叫什么 他叫群 他给群鬼附着 结果那群鬼就附在 两千只的猪里 猪就往三崖创下去 就死掉了 然后这个人就给释放了 主耶稣释放他 鬼离开他 他完全醒过来 他释放之后 就是一个正常人 然后那个木猪的人 跑进城里 告诉何城等的 何城等都来了 看见耶稣所行的事 他们惧怕 反而就是 还请耶稣 要求耶稣离开他们 请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没办法 在那边传道 就坐船回家里去 然后耶稣 离开的时候 那一个 原来给鬼户 后来给释放的那一个人 就要求耶稣 要与耶稣同在 主耶稣说 你不要 你回到你的家中 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主在你身上 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圣经记载说 那人就回到家中 把主在他身上 所做的何等大的事 都传扬出去 他不仅回到家中 他是到了 底加坡利一带地方 是格拉森 底加坡利省 不仅那一个地区 在整个省份的地方 去见证耶稣 在他身上所做的是 何等大的事 很多人听见的话 都稀奇归荣耀给神 你会感觉 一个原来给鬼户的 信了耶稣之后 他能够为耶稣做见证 不仅影响家人 是影响那一个省份地方的人 亲爱的兄姊妹 今天主在我们身上 所做的 去不是何等大的事吗 怎么做见证 你说 我原来为信耶稣之前 情形怎样 然后信耶稣的时候 感动怎么样 信耶稣之后 有什么改变 这就是做见证的三部曲 当你说明主在你身上 怎么改变你 然后靠着主 有美好的行为 来见证基督 发出基督 信向之气 见证基督 这样就更多的人 因你的见证 来归向耶稣基督 但应我们神的 众教会 众儿女 人人都为耶稣做见证 好 今天你的分享 就停在这里 言神祝福你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 他的道路 因为是会被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耶稣基督 大家没有 我们下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